欢迎各位出席今天的发布会 首先我与大家一起回顾 2024年上半年的行业环境 2024年上半年 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 为航空运输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航空运输生产稳健增长 从宏观层面来看 全球经济增长疲软 我国经济持续向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2024年7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 全球经济在2024年和2025年 将分别增长3.2%和3.3% 2024年发达经济体增速预测均值为1.7% 其中美国下调至2.6%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 预测均值为4.3% 其中中国上调至5% 2024年上半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其中消费稳步扩大 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0.5% 投资平稳增长 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5.6% 进出口稳中有进 上半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3.9% 从行业层面来看 全球航空客运量创历史新高 中国民航运输生产量量升至增 全球航空运输需求持续稳定增长 总的客运量已经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 行业盈利能力逐步恢复 预计2024年 全行业载客里程收入将同比增长11.6% 全球客运总量将同比增长10.4% 其中亚太地区的总客运量增长率最高 预计今年同比将增长17.2% 2024年上半年 中国民航运输稳健增长 全行业共完成运输总周转量703亿吨公里 旅客运输量3.5亿人次 货油运输量417.4万吨 比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18.7% 国内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春运清明五一假期日均旅客运输量分别达到 208.6万人次 167.7万人次 202万人次 均创了历史新高 国际航班加快恢复 上半年 国际客运航班增至每周6100班 恢复至疫情前的80% 上半年 全行业飞机日利用率8.7小时 同比提高0.9个小时 正班客座率82.2% 载运率70.9% 同比分别提高6.4和4.4个百分点 全行业同比大幅减亏188.7亿元 第二部分 经营情况 上半年 南行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经营 改革发展等各项工作 取得了较好成绩 一 安全态势总体平稳 南行扎实开展安全生产 资本攻坚三年行动 不断提升安全水平 上半年 全集团运输飞行153.7万小时 确保了飞行安全和空防安全 累计安全飞行超过3000万小时 安全水平继续保持领先 二 经营取得较好成绩 南行抢抓市场复苏机会 全力提值增效 全集团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 货油运输量分别达到173.2亿吨公里 7943.7万人次和88.7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30.4% 22.2%和25.6% 其中客运经营保持平稳 多途径争取新增时刻 国际及地区航班量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8.4% 客户经营体系稳步推进 集团客户人均相对利润同比提升27.6% 人均趁机平次同比提高0.17次 实现传统辅收收入11.6亿元 同比上升24.4% 货运经营好于预期 新兴市场拓展取得新进展 经营效益好于预期 创新开展空地联运中转新模式 打通广州上海两港快转新路径 深化客户产品双经营体系建设 签约集团客户99家 深化与西英拼多多等主流电商平台合作 跨运产品运输量和收入 同比分别增长59%和56% 成本管控成效潜注 纵深推进对标世界一流价值创造行动 持续推进打造经典字效益工程 累计实现效益6.74亿元 其中分收4.86亿元 降本1.88亿元 深化成本经营责任体系 进一步提升航游 机物 地服务 营销成本经营管理效能 成本继续保持航业领先优势 3.运行服务品质持续提升 今年以来 华南地区极端恶劣天气多发频发 南航深入开展航班正常提升行动 加快推进五化服务落地 着力提升旅客全流程体验和生产运行全流程效率 连续14年获评中国品牌力指数航空服务第一名 连续7年获评最佳航空公司 4.发展战略加快落地 南航持续拓展枢纽的厚度和广度 围绕广州北京双枢纽 打造国内快线18条 广州往返东南亚国际快线5条 核心枢纽建设质量持续提升 生态圈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上半年实现生态圈收入9.4亿元 同比增长32.9% 五大结构调整优化和补迹创 补迹创专项行动深入推进 数字化转型成果不断显现 民航高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第三部分财务概况 2024年上半年南航实现营业收入847.9亿元 同比上升1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为负的12.28亿元 同比减亏16.47亿元 每股亏损0.07亿元 同比减亏0.09亿元 稀税折旧贪销前利润 为170.05亿元 同比上升19.77% 可利用坐公里 同比上升20.72% 可利用吨公里 同比上升20.56% 客座率83.07% 同比上升7.3个百分点 载运率70.18% 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 飞机日利用率9.46小时 同比上升0.94小时 2024年上半年 收费客公里 为1456.37亿客公里 同比上升33.47% 其中国内航线占比 百分之76.79% 乘运人口 旅客人数7900万人次 同比上升百分之22% 其中国内的 航线乘运旅客占比 为百分之八十八点六八 2024年上半年 实现运输收入 804.94亿元 同比上升百分十八点一三 分地区来看 国内运输收入占比 为百分之七点零六 国际运输收入占比 百分之二十八点六四 分类别来看 客运收入占比 百分之八十九点一五 货油运输收入占比 百分之十点八五 2024年上半年 实现客运收入 717.64亿元 同比上升百分十七点七三 货油收入 87.3亿元 同比上升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九 2024年上半年 客公里收益水平为 0.49亿元 同比是下降百分十二点五 其中国内航线 同比下降百分之七点四 国际航线 同比下降百分之二十八点七九 货油 敦公里收益平均水平 为1.91亿元 同比下降百分之二点五五 其中国内航线 同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七 国际航线 同比是上升了百分之零点六 百分之零点九六 2024年上半年 主营业务成本支出 七百六十五点一九亿元 同比是上升了百分之十七点零一 增幅是小于收购增幅 上半年 航约成本支出是两百七十八点八五亿元 同比是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二 其中加油量 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十九点四八 平均航油价格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三八 由于油价上升增加的 航油成本支出是六点四六亿元 由于耗油量上升增加的航油成本是四十四点四亿元 2024年上半年 南航保持以人民币为主的融资策略 合力匹配长短期债务结构 多值到开展低成本融资 保障资金安全降低汇率变动的风险 从债务币种结构来看 代支债务以人民币为主 占比为百分之七十八点五 美元负贷的占比为百分之二十点六三 从债务期限结果来看 长期债务的占比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七九 短期债务的占比是百分之五十三点二一 从互利敏感性分析来看 人民币对美元每升至百分之一 将减少南航净亏损 或者增加股东收益约三点二亿人民币 从利率敏感性分析来看 利率每增加一百个基点 将增加南航净亏损 减少股东权益约二点九七亿元 第四部分 未来展望 下半年南航将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 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一 坚决手牢安全底线 持续加强专业队伍训练 培训质量 提高专业技术能力 加强安全管理 飞行机务等关键队伍管理 聚焦核心风险 深化空地粮防联控工作 提升风险管理失效 二 着力巩固经营领先优势 全力抢抓科运市场机遇 提前谋划弹机经营 狠抓降本增效 推进客户产品双经营体系升级 持续抓好货运经营 建设好成本责任体系 巩固成本的领先优势 三 持续提升运行服务品质 优化复杂天气下的航班排排策略 全力提升航班的正常性 深挖运行价值 合理编排飞行任务串 持续降低航路成本 完善服务流程和标准 确保产品与服务满足市场需求 四 加快推动战略落地 做强做大广州枢纽 做经做优北京枢纽 加快建设乌鲁木齐 西部门户枢纽建设 持续推进五大结构 调整优化和补及创 等专程行动 加大重大科技创新公关的力度 系统培育民航维修新制生产力 以上是我的介绍 谢谢大家